朋友見面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慨嘆一件事 為何香港會搞成這樣 我昨晚還和我老婆聽過80年代的歌曲 那些粵語流行曲 回想回到當年 大家都想不到今時今日為何香港會搞成這樣 我們的特首可以是這麼冷血麻木不仁 不斷說謊話 謊話連篇 我們的警隊竟然是這麼腐敗 和黑社會沒有分別 而黑社會更加猖狂 通街斬人都可以 最諷刺的就是 最近我看到一條片 就是慶祿飛起 就是政府那條片 大家有沒有看過 說珍惜這個家 垃圾 林鄭月娥 你沒有資格說珍惜這兩個字 你每天所做的事就是摧毀我們的家園 林鄭月娥 你吃屎吧 但是這樣 有一句說話相信大家都聽過 這個是最壞的時代 也是最好的時代 我從來沒有見過 今時今日香港 是這麼漂亮 這麼美麗 是這麼動人 這麼團結 大家說是不是 這個不單止是一場反送中的運動 更加是一場全民覺醒的運動 我希望 學生 年輕人 打工仔 銀發族 教會的朋友 婦女的朋友 我們全部一起參與這場運動 有些人想著說 快點結束這場運動 希望我們回去生活一切如常 但我想告訴你 你不要做夢 因為今天已經不同了 我們不會回頭 我們不會再做奴隸 是不是 各位朋友 我們這一場運動 是因 反送中而起的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 其實這一場運動 已經 是受到全球的關注 我們已經不是說 單單是撤回這個送中條例 這一場運動 在全世界的關注底下 已經是一場 極權和民主的鬥爭 已經是一場 專政和自由的鬥爭 我告訴大家 在8月30日 由全球七大工會集團組成 代表著超過2億5千萬會員的 全球工會聯盟 也都發起了他們的行動 他們舉著雨傘 遊行到日內瓦的中國領事本示威 是支持香港人的五大訴求 所以我們的五大訴求 是衝出國際的 我知道 在9月2日今天 澳洲的總工會 也都發起行動 去到適離的 香港經貿辦那裡示威 同時間 國際工會聯盟 也都是去到 比利時布魯塞爾的 香港經貿辦示威 所以我說 香港人 並不孤單 我相信 國際間工會的聲援 以至到全球民間社會的聲援 都一定是陸續有利的 但是 令我們非常之 憤怒 就是全世界 不單止香港人都這麼關注 這麼支持五大訴求 林鄭月娥呢 每天 浪費公帑 謀殺記者的工作時間 就開那些廢柴記者會 完全沒有半個字在回應我們 垃圾都不如 林鄭月娥 完全沒有回應過我們的訴求 但她不斷說一件事 我們譴責示威者暴力行為 我們要求 儘快恢復社會秩序 恢復安寧 但我想問一下 她口中所說的社會秩序 如果只是為當權者服務 她口中所說的安寧 只是為既得既得利益階層的話 我們破壞這秩序 何罪之有啊 抗爭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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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我們知道勇武派 在前線的抗爭者 他們面對頭破血流 面對濫捕 不斷被檢控 我們都是非常之痛心 有很多的工友跟我說 他們是和理非 走不到前線 有些什麼可以做 大家試想想 我們有一百萬 有曾經二百萬 有一百七十萬人出來遊行 我們手上不像警察一樣 我們沒有槍支 沒有布袋彈 沒有橡膠彈 沒有催淚彈 但是 我們的人數 就是我們的子彈 就是我們的武器 大家試想想 如果我們有一百萬人 不光顧各體航空 各體航空會怎樣 是怎樣 如果我們有二百萬人 曾經上過街頭的 都同心一次 決定 參與我們的罷工 我們可不可以 癱瘓到整個城市的秩序 製造到壓力給政府 可以 所以其實 我們還有很多的子彈 和武器在手 大家要記得 當年 東歐共產政權是怎樣倒台的 第一個製造骨牌倒下的國家 就是波蘭 波蘭當年 在波蘭團結工會的帶領下 發動他們全國的總罷工 和各行各業各界的不合作運動 終於在1989年 爭取到他們的真普選 選出代表到他們的總統 大家覺得 我們今天 香港 有沒有一天的機會可以做到 有 可能你心裏面會有疑慮的 可能你心裏面會有懷疑的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當天 當大家都覺得 送中條例事在別行 我們只是出來表過態的時間 是年輕人 是年輕人告訴我們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想呼籲大家 我們要繼續打這場仗 林鄭月娥是很心急的 坊間有很多人說是End Game 但是我發覺 最想End Game 快點出現那個就是林鄭月娥 831之前 不斷濫捕 連立法會議員 區議員都遭殃 在831的旅途 將暴力鎮壓行動升級 甚至乎找些警員 去假扮示威者 令到撥火令去升級 目的就是希望 盡快做一個更暴力的鎮壓 所以 到回頭 我呼籲大家 其實我們要跟當權者 鬥長命 我們要拉長我們的戰線 拉闊我們的戰線 我們要跟林鄭月娥說 在我們心目中 是沒有End Game的 我們這個Game 要完結的話 直到你要回應我們的五大訴求為止 是 五大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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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呼籲大家 其實一百萬二百萬人 我們有很多力量 我們有很多潛力未發揮出來的 我們的和理非的力量 不應該單單閒於上街示威 又是動集會 我們要轉化成為不合作運動 轉化成為更大規模的罷工 我們要告訴當權者知道 當個社會 我們的制度 我們的自由 不斷被破壞的時候 不斷被破壞的時候 這個社會的經濟活動 這個社會的生產 都不可能一切遇上 我們會放下手頭上的工作 會和前線的抗爭者 齊上齊落 並肩作戰好不好 好 謝謝蒙先生 多謝蒙先生 好,接下來呢 我們多謝蒙先生這一番發言 接下來呢 我們完成了 再接下來的嘉賓發言之後 就會有自由發言時間 如果有人想上來 分享你們對香港 或者對這場運動 或者是任何的看法 我們歡迎你們來到 這個 台鏡 左手邊 即是你們面對著我們的右手邊 紅色帳篷的位置 你們就可以申請 接下來的排隊去發言 接下來呢 我們聽了這麼多個界別的發言 有IT 有法律 有醫護界 有社福界 接下來呢 也有金融界的 就是想發言的 你可以猜猜是誰 那麼